OK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冰白星 今天要為各位做精辟分析的是 田竹限定角色 載獄復刻 為什麼叫載獄復刻 有沒有知道 我也不知道 不重要 因為這不是我要分析的東西 六星天竹角色時間抽必中一隻或以上 必中喔 時間抽必中喔 一隻或以上喔 知道意思喔 一定會中 那天竹角色之系列 要先分析大家才知道 有沒有抽的價值 注意囉 以下為個人的精辟分析 個人拿個屁 放屁的屁 所以你可以當作沒聽過 當作放屁 來 一隻一隻看喔 這一隻 這個是 殺無盡 流沙河魔匠 殺真 加冕至萬 所有符始 注意就是萬 萬字的那個符始 這個東西我不解釋 注意喔 它是轉自身屬性強化符始 因為它會轉屬 它會轉屬 懂嗎 它會轉屬 用跟那個誰 那個 那個唐山杖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轉成光 你知道嗎 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瞭解喔 這萬 萬解就我不解釋了 再讓大家知道 這個就是轉版的很好用 CD10還OK啦 重點它CD10 它不是 用那個喔 所以它CD10到了它就可以轉喔 技能是不錯 不過CD有點長 你可以斟酌一下 這張抽到後 我覺得還算蠻不錯 基本上用的啦 然後第二隻 蓮花凍雙銅 金銀角 金銀角 好 不好聽 不好意思喉嚨不是很好 現在對 元素凝硬 一回合內 隊伍當中屬性越多 全隊攻擊力越高 這是給雜射隊用的 全隊攻擊 最大三倍 然後還 這是你 喔二選一啊 最大三倍這不解釋了 這跟之前那一隻差不多啊 對不對 這跟之前那個 那是什麼啦 那個叫什麼東西啊 雞腳啊 為什麼出這個技能啊 你一定會覺得奇怪 有沒有人會好奇 你會好奇說 為什麼出好像一個重複技能 會嗎 會不會 之前叫元素凝聚 這個叫元素凝力 都一樣是三倍 大家會好奇說 出這個幹嘛 沒屁用 會的請按一 不會請按二 趕快 我在金幣分析 你不要趕快回答 兩儀加免齁 汪暗轉為火牆 不解釋 這個就是給火堆用的 沒有轉主角 這一隻還不錯 好 有人打一了 對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這一隻出這個招式要幹嘛 其實它不是沒有用 它是讓你二選一 二選一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三倍 還是轉 屬 轉 轉豬啦 不要講轉屬 懂嗎 還是轉豬 所以它目的是讓你二選一 所以它有這個優勢在這邊 雞腳沒有 雞腳就是只有三倍 所以當你攻擊豬夠多的時候 你可以用三倍 攻擊豬不夠多的時候 你可以轉火 但是矛盾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地方有一點點小矛盾 但是 它是火堆 我又屬性越多 好像有點矛盾 但是 你今天假如 配了一個這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 格赫羅斯的話 對不對 它是魔龍獸 金腳與銀腳 我們目前看不到它的種族 我看不到它的種族 原本知道它是什麼種族 原本知道它的種族 是不是魔啊 然後它是魔龍獸就可以了 你懂我意思嗎 如果它配格赫羅斯可以 為什麼 因為新鮮百分之所有屬性膚蝕效果 所以在格赫羅斯當中 可以放很多種 就算它不是魔龍獸 都沒關係 模組OK 模組那我就說中了 來看 金屁啊 我跟你講喔 這篇文章我第一天看的喔 對放進去就可以了 懂嗎 了解喔 可以喔 左上有差 喔對不起 木幹 木幹 就是眼睛 沒有戴眼睛看不太清楚 喔 模組不好意思 真的沒看到 好 謝謝這個 陰線是不是 好 上巴謝謝謝謝你們 OK 好 再來 天蓬死者豬八戒 有沒有發現我金屁分析大部分都是實況 在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因為我喜歡互動 我剛才 我剛才鼓掌 互動互動 我喜歡互動 所以這張是神卡 神卡 神卡 可是它是一頭豬 這個問題很矛盾 我說神卡是說它很棒的意思 聽得懂我意思嗎 兩回合能力隨機兩成員攻擊力提升 獸類成員攻擊力五倍 非獸類攻擊力三倍 所以它假如是放在獸隊 我看一下 有看到一頭豬的那個不是 所以它放在獸隊裡面對不對 戒王犬會變超級戒王犬 聽得懂我意思嗎 10倍會變50倍的一個概念 聽得懂齁 就算你不是10倍 它還是有5倍 而且兩隻5倍 就等於大約是10倍的意思 聽得懂嗎 懂嗎 所以這張我認為它是還蠻神的一張 因為它CDC而已 懂嗎 CDC而已 了解嗎 如果你放在例如說有那個 那個暗狼裡面的 我剛才也是很屌 非獸類五倍 就 獸類是五倍齁 就算非獸類還是有三倍 例如說模組好了 模組愛德 還是有45倍齁 我說不小心放在愛德身上的話 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認為這一頭豬 真的還蠻屌的 我認為蠻屌的 各位可以 參考看看啊 CD7 把一個戒王犬變得超級 超級 超級戒王犬 唯一 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它是隨機的 它是隨機的 這是小缺點 但是 不管是三倍還是五倍 都很屌 了解嗎 但是 唯一的缺點就是碰運氣這樣 所以你有合體的那種隊員 或者隊伍裡面 很多都高倍率 例如說你有 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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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有沒有 就很厲害 整隊都雙子的 我是舉例 我是舉例 懂我意思嗎 出八戒不出八戒 我覺得這張卡蠻屌的 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是隨機的 但CD7真的CD很短 CD7把 戒王前面超級戒王犬 所以這張卡 玩起來蠻爽快的 我覺得 參考看看 因為那個隨機通常 假如是你們可能是很穩 如果是我 我的隨機可能會 會隨到那個 攻擊力最弱的上面 但是你看它放在 唐三帳裡面對不對 直接 在隊伍裡面對不對 你不管哪一隻 攻擊力都一樣 懂嗎 你 攻擊力都一樣 所以你一定會有 最少會有三倍 如果是放到獸裡面會有五倍 所以我覺得這張卡 算是 西遊卡的 這張卡 豬八戒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這張設計 看起來蠻屌的 我自己覺得 那這張 光看照片就不用說了 一定要抽 欸 欸 不可以這樣啊 什麼光看照片就要抽 我看一下 白魯絲魔 白魯絲魔 白魯絲 白魯絲 庫魯的加冕 CD5 龍 獸 腰成員 在 所在隊伍直行轉為 強化符石 一回合內 沒手銷 5粒強化符石 當前CD 減1 手銷5粒減1 所以手銷 25粒就是 重製嗎 欸 真的欸 手銷20顆 可以減47D 看字面上的意思來講 就是 欸 歸零 那不用看了 一看就知道是配誰了 那個羅來把 啊 不是啊 道羅斯 是不是 我看一下 應該是道羅斯 龍 獸 腰 龍獸腰 龍獸腰 沒錯 它是給道羅斯用的 而且道羅斯轉過去 就就 一拉就已經5顆了 懂嗎 所以這張配道羅斯用 也不解釋吧 這麼強 哇 蛤 蛤 蛤 還好啦還好啦 不要說它強啊 因為它可以隨時轉那個 那個 強化符石而已啦 欸 還好欸 這張是用來解 無數強化盾之類的 對啊 對啊 重點是顏值啊 有人講顏值 對 顏值跟身材 很性感 對 為了顏值跟身材 一定要醜一場 幹這什麼東西啊 我這個人是不注重外表的啊 真的 真的 你看像我這個樣子 我像是注重外表的人嗎 像嗎 不像吧 對啊 怎麼可能欸 對不對 解無數強化盾 或解強化盾好用啊 但是你自己要去 符石的部分 你自己要控制一下 那個 符石的位置 懂嗎 龍獸 也不用控制符石的位置欸 龍 獸 腰成員 所在隊伍直行 符石 強化符石 那就整版都轉啊 對 條件是全版強化啊 整版都轉啊 CD5 欸 CD很短欸 鐵盾很好用 假如龍獸 龍獸腰的話 你的隊伍成員當中 龍獸要夠多的話 那他解 解強化盾好用 懂我意思嗎 對啊 結果卡票了 解盾用啦 功能卡 這種算是 歷久不摔的啦 這種抽到不吃虧啦 沒抽到你也覺得還好啊 真的 好 磐絲洞主蜘蛛精 我看一下 等一下 這個乳量不行 不是不是啊 這個 靠北啊 我們不是不注重外表的啊 來我看一下 CD10啊 暗黑魅王的戰場喔 兩回合內 敵方全體轉光 提升暗對光所傷害 若敵人為 嗯 種族傷害 自身攻擊有外 提升三倍 呃 這個戰場他的 我不曉得是幾倍啦 如果是2.25 又加三 又乘三倍 假設啦 2 2.25 乘 3 他自己喔 自己打6.75倍喔 懂嗎 但全隊還有2.25倍 以 以這一隊來講 應該說 戰場加強版 戰場加強版 因為他如果敵人 為其他的話 他會額外增加一點傷害 所以是 沒有戰場抽一張 我覺得沒有戰場抽一張 這張你就把它按戰場 按戰場 按戰場在之前的話 是彈珠那一張嗎 懂嗎 按戰場之前彈珠那一張 我找給各位看 沒有戰場抽一張 然後CD死 還 以戰場而言 是可以接受的 這張啊 提升暗屬性對光屬性 目標的攻擊力 提升暗對光屬性 這倍率看不太清楚耶 如果真的是 戰場應該要2.25倍啦 因為之前背叛神父 我記得倍率沒有那麼高 我現在有點不太記得了 反正 戰場重點是要轉屬 然後增傷 因為有些屬性你打的時候 有什麼飛克屬 什麼有的沒有那種 那種 雞加美修有一點像 萌萌 這隻比較萌 對 這不是屬於性感 這隻是性感的 這隻是萌萌的 看你是要性感還是萌 不是啊看技能啊 看技能 這一張卡牌 我個人認為 你沒有傳屬可以抽一張 所以這一次的系列 我自己目前來看 後面還有嗎 後面沒有 目前來看的話 這一系列的卡牌 我認為 沒有看到 算是讓我覺得 他是廢卡或雷卡的 聽得懂嗎 所以是可以抽 但是 當然是不要一直重複啊 重複 戰場重複沒有用啊 強化符石重複也沒有用啊 豬八戒 幹強化一頭 欸 豬豬隊喔 好像也還好欸 元素凝力 我目前只有看起來 殺真好像 重複好像 有可以玩 其他還好 所以這次 這一系列的卡牌 抽OK 但是 最好是不要 重複 然後他最大技能等級 10 所以練技應該是 不太會有練機怪 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有練機怪 有人有人有 有說可能會有練機怪 我覺得不會有啊 對啊 如果 有練機怪 佛啊 我先跟官方講 如果你有練機怪 真是佛 對 就是可以練滿的一個概念 如果你是練機怪 我 我講真的佛 因為我們就不用再另外花大鳥 大鳥了 我覺得OK 懂嗎 這幾隻都不是費卡 這幾隻都可以抽 他最好是不要重複 關鍵是不重複 不是不抽到 所以他讓你 10點抽 必中1 我覺得這個OK 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來看後面 中國神專屬龍科 武裝登場 我剛剛瞄了一下 我很快的分析 全部的自身主動技能 7D減少1 這個變 5 這個變 5 這個 有兩招啦 對不對 變5 變5 這個變 14跟變7 我看孫悟空 孫悟空有兩個型態 我記得另外一個型態是 是8的 自身技能減少1 不解釋 一定是很棒的 Cd減1超級強的 然後 此召喚送發生技能 的回合自身屬性攻擊力 自身屬性 就是光對的話 光屬的攻擊力增加 就是變1.15 增傷 第三個 加1秒轉珠 Cd減1跟1秒轉珠光 這兩個技能 就是屌 聽得懂嗎 Cd減1光 光Cd減1加1秒轉珠 就是屌 這個龍科一定要搞一個 一定要搞一個 我真的覺得這個屌 這個 哇操 我舉個例子 孫悟空假如放在那個 露西法的 頭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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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隊長中間露西法 然後外加一個那個 例如說神魔隊 神魔隊你配個露娜 露娜已經加秒了 在武裝龍科再加秒 這我一定會做 我一定做 這個太強了 我看一下後面還沒有 儲值送好禮 這個等官方有叫我那個 我在 這什麼東西啊 儲值 儲值部分我先略過 我現在先分析卡牌 新年的祝福 這是什麼 福祿獸 這個 我分開分析好了 對 目前就是 第一個部分就是 天竹系列 跟這個 那個什麼 龍科武裝 中國神龍科武裝 這兩個部分 好不好 那那個 另外的我再另外分析 這樣分析不會太長 以上是今天的這個 龍科武裝 以及天竹系列的金幣分析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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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